金星秋的网格纹 欲是容易紧张 也叫烦导纹 加上食指偏细 自信不够 生命线初期有个大导纹 8到12岁左右 这个阶段身体偏弱 有过生病住院的经历 不过导纹之后 生命线变得粗壮清晰 身体并无大碍 那么小时候体弱 家庭是格外的关怀 也导致小时候比较任性 加上这个村长的格局 成年后呢 胆子大 后闯荡 不拘一格 但是呢 做事容易忽略细节 脑线清晰笔直 脑子好使 重实际目标感很强 专业能力也不错 不过呢 事业线偏弱 但是还算干净 职场和经商的话 建议选择职场 感情线清晰 延伸到食指中指的指缝 那么这是完美的 感情线的长度 有浪漫情怀 在亲密关系当中 不单是言语方面 还会付诸行动 这是一个很好的 感情线脑子